我們看現在這張圖 這張圖是美國道瓊指數統計 統計歷史以來 單日最大跌幅的時間 觀眾朋友 就是道瓊指數 每天有漲有跌 最大的單日跌幅是 發生在哪一年 哪一個月 哪一天 好 觀眾朋友 這張圖表 可能觀眾朋友已經有人看過 有人沒看過 我們先來解讀 這是前十六大的單日跌幅 單日 等一下我們講單週 跟單月跟單年 這是單日跌幅 這是道瓊 道瓊的單日跌幅 有些人有解讀 因為馬克 吐溫說 什麼時候買股票 三月最好 下一個買 五月最好 再下一個月 八月最好 其實一到十二月 通通可以買股票 賣股票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隨機 慢步走勢 所以到底哪個月見高 感覺是一個很隨機的概念 可是從這張圖畫面 我們先看到紅色跟藍色 道瓊指數前十六大最大的單日跌幅 竟然出現一個非常大概率跟統計上的一個變化 就是紅色是在十月 藍色是十月以外的其他月份 前十六次最大的單日跌幅 有九次是發生在十月份 觀眾朋友很妙喔 因為理論上這十六次應該是一月份 大概有一次兩次 二月份有一次兩次 三月份有三到四次 四月份可能一次或零次 應該是常態分佈的嘛 可是按照單日跌幅計算 竟然光是十月份就佔去十六分之九 而不是十二分之一喔 觀眾朋友這是一個小學五年級的數學喔 他已經帶出了一個方向 感覺美國股市十月份 假如要跌 那就是容易跌在十月份 那他可能不跌 觀眾朋友有可能不跌 但一跌就會跌很驚人 所以從過去十六次最大的 美股市道競主一百多年以來 最大跌幅 單日跌幅 有十六次就有九次發生在十月份 那我們把中國人的循環段給套進去 觀眾朋友從這九次十月份跌幅當中 我們發現一個更妙的循環 就是發生在丁年的更月 因為更月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更月 我們發現這九次當中 有四次是發生在丁年的更月 丁年的更月 丁年的更月 不要懷疑今年就是丁年 那什麼時候是更月 就是下禮拜台紫期結算之後 就是更月 所以每一次 單日 單日喔 我還沒講到單週跟單月喔 單日十九大的跌幅當中 十六次 十六次最大的跌幅當中 有九次是在十月份發生 十月份發生 其中有一半發生在丁年的更月 好 觀眾朋友我們就要看下一張圖 我們來觀察一下 先看一下美國股市道競主一百年來 觀眾朋友丁年怎麼判斷 因為夾以秉地物體更新 人潰 就是十年一個循環 所以只要西元 尾數逢期 就是丁年 觀眾朋友 1997是丁年 1987是丁年 反正每一個逢期就是丁年 更月是農曆九月 國利約末就是十月中到十一月初 就是更月 好 觀眾朋友我們看喔 我讓你看這一百年的美額股市 剛剛是單日最大跌幅 但有時候我們知道空頭它不是跌很快 是慢慢跌 一個月跌幅很大 可是每天都跌八十點一百點 八十點一百點 我們來帶你看一百年來以來的美股 我們先看上一次 2007年的丁年更月 觀眾朋友就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觀眾朋友你覺得是什麼位置 假如你回到2007年的丁年更月 就是2007年的十月 你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一次不重要 它是個機率巧合 觀眾朋友我們慢慢看喔 我讓你看到 國父還在努力革命的時刻 我們看到一九九七年更月 觀眾朋友這一九九七年 有亞洲金融風暴 在這個位置 觀眾朋友當時十月份 年底也出現做拉回 我們再往前看一九八七 那一九八七就是城市危機 當年的十月份丁年更月 一九八七年的丁年更月 西方也有鬼 東方也有鬼 難道華爾街也看八字 看農民歷嗎 一九八七的丁年更月 我們再看一九七七年的丁年更月 就是一九七七年是丁年更月 在這一段 觀眾朋友 就是這一段行情 一樣大 以北約很小 觀眾朋友 他從一百一跌到了八十八 那一個月跌掉了十四趴 觀眾朋友十四趴 現在一萬零七百點 跌四趴要跌掉一千七百多點 一千五百多點 要跌到一千五百多點 你能接受一個月跌一千五百多點嗎 這是一九七七年的 再往前看 這是一九六七年的 美國道雄指數 觀眾朋友這一波的修正 約謀是從九十四點 九百四點 跌到了八百點 而且觀眾朋友也是超過十趴的月跌幅 再往前看 我們看一九五七年是這一段 觀眾朋友就是丁年更月 當時的跌幅其實也滿驚人的 他是大概從五百三十點 打到了四百三十點 跌幅快兩成 一個月 我們再往前看 一九四七年 我相信看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已經沒有 一九四七年出生的觀眾了 我們大部分觀眾 能到一九六七年出生 就算已經比較年長了 一九四七年 民國六三 民國三十六年 是在這邊 丁年更月 觀眾朋友 一樣幫你帶出來 我們再往前看 一九三七年的丁年更月 民國二十六年 八年抗戰 美歐股市照樣在崩盤 難道是因為八年抗戰 七一四變的關係嗎 鬼啦 一點怪都沒有 可是丁年更月 再往下跌 我們再往前看 一九二七年 民國十六年 蔣介石正在北伐 中原大戰時刻 觀眾朋友 這一根 你說這一根你要算 觀眾朋友 這一根是從兩百點 跌到了一百八十一點 一個月跌掉了九趴 觀眾朋友說怎麼去 沒關係 你只要在這邊活得下來 你還是可以賺到後面那一波 可以一個月跌九趴 換算成台北股市 就是要跌掉一千點 我們再往前追 追到一九一七年 民國六年 那時候是五四運動 你知道嗎 孫中山還在到處 跟北洋軍閥 雲斯卡剛掛掉 那時候還在談判 美股照樣大跌 這是一九一七年的丁年更月 觀眾朋友我們現在看到 這是這種巧合嗎 還是一個統計上的一個謬誤 這觀眾朋友可以自由新政 但我們現在也回顧 做公發這百年來的美股市 現在回到二零一七年 觀眾朋友來到這個位子 你覺得他會怎麼辦 觀眾朋友很妙嗎 剛剛從二零零七 一九九七 tet 七七 Dziękuję 九七七一九七 SHRAので 一路看到1927、1917年 看了100年 現在有個定年更月 過去100年的定年更月 都沒有好事 都是一個轉折 不是起跌的開始 就是起漲前的最後拉回 那到底是會繼續催高 起漲拉回還是崩盤 基本上 感覺有了方向 我們再往下看 台北股市 其實金錢暴在世光組織下 今年快要第10年 已經快10年 所以我們有幸 做週期循環 7年前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 更年更月的專題節目 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金錢暴在400多集 我們現在快1900集 也是時光主持了 那時候我們做了兩集 就是3月20號 2010年的3月20號 跟2010年的4月2號 我們連坐兩次 更年更月 官媒有 這兩天 這一天跟這一天 我們跟官媒有報告 在更年更月 官媒有還是強調 更月每年都有 但更年更月 不一定 所以我們看到 當時我們認為更年更月 台北股市將會遭遇到一個相當大的危機 在那個月份 基本上我們看到台北股市出現明顯拉回 那我們再回來看定年更月 官媒有看台北股市 這是1987年的定年更月 官媒有台北股市從4796點 跌到了2339點 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在1997年 從10256跌到了619 就是那根長黑轉折 我們再往前看 2007年官媒有就是9859 後來跌到3955的最高點轉折 這一波中間發生了馬英九當選跟雷曼泡沫 現在又來了2017年 這個定年更月會發生什麼事情 蔡老師我們觀察 當然這個可能是個巧合 觀眾朋友統計的就在這邊 沒有一個統計學百分之百 要湊的 你去湊湊看 不然你湊一個 你湊一個我主持人交給你來做 要湊都很難湊 所以蔡老師 有些台北股市跟面前股市現在狂飆 月KD 週KD 日KD 都在幾乎90以上或90以上很久了 感覺所有的一些突破 就為了等待定年更月的修正 您留意觀察 好的 世光剛剛講的所有的高點 全部都出現了漲幅滿足 計算的最大波段漲幅滿足 我給各位看 這種東西都是有緣 不是說我高興從哪裡算 就從哪裡算 一定有低點高點 低點高點沒有幾個 這個題外話 現在就這個好像比特幣的循環圖 現在比特幣在這個地方 這個滿好玩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講 我們現在來看 在我台北指數 就我做這麼30幾年的經驗 我告訴你 10年一次大循環 對 那這10年之內 345年 我說在10年之內 35年就會有一個循環 就拉回了大循環 然後7年也會出現一個循環 那10年那當然也是最大的循環 你到7年的時候 那個拉回的空間就會非常大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跟各位講好了 這裡是2484 就是我們泡沫之後的一個24 這個最低點 這裡我們講漲幅滿足 就這一波等於這一波 這一波的漲幅滿足是7000點左右 結果最高來到7228對不對 超漲200點 但是最後崩到哪裡 四事七事 這個就是這個時間大概是四年 就是我講三到五年 對 那另外就是一個 7年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循環 也就是這一波 等於這一波 因為只有高點跟低點 這一波同樣的幅度 會等於低點到這邊的一個高點 對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亂算 這個一定有依據在算的 這個地方算起來 四事七事的這個漲幅滿足在哪裡 9250 那9250這邊最高多少 10256超漲了1000點 感覺很多 但是你從圖形來看 你為了這麼1000點的空間 你得到的是什麼 拉回50%的空間 跌掉5000點 那好了 再來就是10393 10393這個低點 這一波等於這一波 也是一樣10100點 10393超漲了200多點對不對 那你為了這200多點 最後崩的是多少 崩到3411 那這個不用講 這個是2000年那一波橫水扁當選 我當時在投顧一戰成名的空投 代表坐在這裡 老師那時候賺了上億 那時候我就看存了國民黨脫產 對 所以國民黨脫產脫成這個樣子 是 這個就是一個十年的一個大循環 對 那第一個 這個每一年的循環跟各位講 那現在我們從341 10256那個點就是跟年 低年跟月的位置 對 現在在講的低年跟年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對 那這個崩盤的位置相當的大 然後這個剛剛那個圖上也已經講 在這個地方反轉 是 好 這是3411開始 從這個這一波 等於這一波的話 是在計算起來是在6920 漲到多少 7135 那這個地方超漲200點對不對 對 看起來 6000多一點 漲個200點 大家都看起來滿興奮的 那你為了這一點點下來 將近2000點 到5255 那這個地方的時間大概3年 3到5年差不多 然後再來就是 當這邊突破之後 這一波 等於這一波 計算起來在9000點 附近 這裡漲到哪裡 9859 又死低年跟月 不是說9000點 就一定到9000點整 那大部分都會超漲 那不管他怎麼超漲 他隱藏的就是什麼高風險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最高點是6年 但是問題崩盤的時間 在2008年 所以這個時間也是7年 高點在第6年 那崩盤的時間 就是金融風暴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大幅度的 9859就是低年跟月 對 這個地方就是低年跟月 那你為了這麼一點點的 然後犧牲掉的是什麼 這個地方大概快6000點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往下看 這個循環 我做這個波段的一個趨勢 我們是看大趨勢 這越K線 對 看大趨勢 你要賺大錢 一定要看大趨勢 玩那種小短線 一定不會賺到大錢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一波的行情當中 包括這個地方 這個低點 漲過來的這個 就是9000點 這個地方就是大概5年的時間 是 那最高是 那你起算是什麼時候起算 起算是這個 200幾年 這個地方是 就是3411 2002年 2003年的時候 對 3411就是2001 2002那個時候 那起漲點應該是在算在這個 必須算在這個 3800這個地方 起漲點 大概是2002 2003這個 這個才算起漲 因為這裡是低點 那起漲的地方 是從這邊上來的 是 好 那我們從這邊是5年 從這邊4年差不多 就35年一個高點 那這個地方 算起來這一波 會等於這一波的話 是9000點 那這裡漲到這個 9859 對 漲到9859 所以呢 這邊985 之後漲了800點 那你為了這麼一點點的空間 這邊封下來是這麼大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裡的形態上比較好玩 因為我們上漲幅滿數是 越過前高可以算 對 那越過前高是在哪裡 包括這裡 所以你沒有辦法從這個低點算 對 當然這個地方也是一個七年循環 這個七年循環也是一個 一個相當大的一個 我剛剛算過 那我們要看的就是 這個 當它越過前高 我們就算這一波 會等於這一波 你算很大的 對 以從2002年來算 對 大波段循環 大波段循環 記得2014年 我們算過那個德國 還有那個S&P500 兩個到達大波段循環 雖然在 它又創了新高 但是它整理了兩年 對 所以我講大波段到的時候 不是盤整就是跌 對 那一盤也是盤掉了兩年 對 現在才創新高 好 那你再看 這個這麼大的波段的一個 漲幅滿足 在哪裡 10 420 那如果說 因為這邊又創新高了 那我們從這個低短 這一波 會等於這一波的話 在10 6 0 8 這一次我連小數碟都算出來 10 6 0 8.24 對 那也就是說超過這個地方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那我剛剛講到 這邊過來 已經7年的一個大循環了 對 那7年的大循環的話 你所要面臨的這個 風險就會相當的高 是 這個數據就剛剛好 我們每次剛剛那個地方 剛好就到達大波段的漲幅滿足 對 那除了台灣之外 我再給各位看 最長的美股 這個費半上市 我們這個已經講過了 他現在就是 我剛剛講到 他已經到達了一個漲幅滿足的地方 所以你算為了這邊的空間 你後面冒的風險相當大 注意一個地方 1千1這個是不能破的 那台股 如果說你不管我剛剛講的漲幅 全部都不管 你只要注意一個點就好了 就是三個月的低點 你往這個月 比如說現在是10月份 9月 8月 這三個月的低點 是不能破掉的 一破掉 在我們來講這個非死即傷 對 那如果說到達11月了 還在高點 那你就往前推三個月 對 就是這個樣子 你只要看三個月 另外像這個英國股市 也是到達了漲幅滿足 7450 那當然這邊有一個整理結構 那這個地方 你只要注意看這個月的低點就好了 注意這個 那再看日經 好 日經很兇 日經這一波上 上次我們記得講 萬點以下看不見 那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在高檔也跟各位講了 這個地方波段結束 我不要跟我們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蔡老師醫師講 日經講了好久 講大概半年的時間 就是萬點以下都是買點 你一講的時候說8000多點 我說你9000點 不用喊那麼高 萬點 8000多點喊萬點下去買點 老師喊了半年多 對啊 你看我在講底 像大陸股市我在講底 這一年多來 那個世光也知道 我到每個地方都建議大家買 上陣兩倍現股買進 結果大家都在創新高 他沒動 結果一動之後 你看上陣兩倍 你過去一年的平均成本 現在漲了50% 那你去做美股 你怎麼去賺50% 100個裡面能不能挑到5個 很難 但是你做上陣兩倍 你過去那一年去買的 100%賺40% 50%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做波段就是這樣子 在看這個型態的 然後再來就是 要賣得住 對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講過 之前有日線講過 這邊是一個假突破 這個拉回 那當初我就畫出這個型態來 2萬點 因為這是一個破底翻的結構 所以我們估計那時候會在這個大區間 1萬4到2萬之間的大區間震盪 結果你看接近1萬4又上來 現在又接近2萬這個是高點 對 那算他的漲幅滿足呢 大概在2萬2 或者是這個地方 這一波會等於這一波 兩個地方算起來都在2萬2附近 那也就是在這2萬點的這個什麼 壓力區 所以這邊我估計它還是大區間震盪 往上可能還有800點 那往下五六千點 是 所以這個你風險跟利潤 要把它計算好了 那另外像韓國股市 現在剩下韓國股市還沒到 大概2000 如果這一波等於這一波大概2700 那2700到現在 以目前來講 是韓國股市的距離還有一點 還有一些 但是也是風險很高 那要注意一下夭折的情況 所以大波段漲幅滿足 幾乎都已經到了 那這個時候 當然就是要特別注意的一個事情